常常出现头部沉重感,身体水重,分辨粘腻,一出油四肢无力吗? 那你可能是身体湿气太重了 透过下列八道问题自我检测,是否体内有湿气太重的情形? 头发长出油,面部长出油,皮肤长扁平油 睡觉时流口水,阴部潮湿,小腹大,耳内潮湿,排便多且粘稠 如果你有上列的症状,可以打开身体的除湿开关来除湿哦 首先第一个开关是取齿穴,位于手肘外侧端处 风啸式可以清理湿热,调理大肠气血,对湿热引起的蕁麻疹 即兴胃肠炎效果很好,再来是位于上腹的中腕穴 风啸式任何原因引起的脾胃虚弱,韵化失调,均可以取中腕穴为主进行调理 脚上有两个厨师开关,一个是膝盖外侧的足三里穴 风啸式有疏风化湿,调节肌体免疫力,调理脾胃的作用 另一个是在外吸眼到外怀间连接终点处的风龙穴 风啸式对脾胃两大脏腑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是厨师去痰的重要穴位,可以调和胃气以及补液 以上穴位用手指揉约2-5分钟,极有除湿的效果 之后,是非常好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